名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來玩這款 魅靈固語 先來看一下公稿吧 那今天是6月12號 遊戲是6月11號上午實驗正式開啟 那有一些返例的說明還有一些開服的活動 伺服器目前好像只有一個齁 OK來吧 最近測伺服的遊戲超級多 至少超過10個以上 想玩的喔超過10個 但是我沒那麼多時間可以玩 那這邊要創建角色是不是 學者 然後有男女 學者感覺是法師啊 然後劍士 好 力量嘛 然後牧師應該是奶媽了吧 法力嘛 這邊 這邊有補血的東西有沒有 可以展示一下他的技能 好 槍械式 看一下吧 遠程書夫吧 好力量 好 那我想要玩的應該就是學者了啦 好這邊有一些他的技能 冰霜射線 冰風暴 冰霜射線 感覺這款應該是MMO是不是 我看起來又是一款MOMOPOPG啊 想不到說 好 造型 然後 臉型 髮射 好眼睛 好 然後這邊是 兔子裝 怎麼跟昨天玩的那款好像喔 跟賽奇玩的好像 OMG 大家都一樣 好這是我用兔耳了 不管 好 OK 果然是MMO類型啊 想不到啊 我本來以為是什麼卡牌啊 因為他說是卡牌啊 結果他就寫策略的卡牌TCG 然後我就以為是卡牌遊戲 稍微再小心一點 結果是MMO類型的這種遊戲 那視野是鎖定視野啦 2.5D這樣 好像不能轉視野 好打一下BOSS 就是 這邊是使用技能是不是 變身系統 然後有個CD時間 我覺得他畫面晃太大力耶 就是我們戰鬥的時候我們整個畫面都在晃 看來不太舒服啊 按住咧 好 國關 新手交血嘛 應該都會獲勝 他這個場景就有點3D齁 太晃啦 說不定 跟一般的MMO比較不一樣 跟一般的MMO比較不一樣 MMO他不能說比較平面一點 就沒有那麼立體啊 有時候雖然是3D但是沒有那麼立體 然後這邊再結合一些有點像卡通風格 上期玩的是童話的嘛 童話主題的 好來吧 沒有什麼其他玩家耶 好這邊是那種漫畫風格吧 漫畫風格的角色 然後我們的戰鬥是3D的 角色這邊都是3D的 我這邊不是用飛的 不是用跳的耶 好 語音只有一部分而已 那評分就是我們的戰力 那怎麼沒看到其他玩家啊 玩的時間是半夜啦 可能半夜沒人了吧 測試服嗎 這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遊戲整個介面給我感覺 沒有那麼免洗啊 沒有太套路 位置啊怎麼不太一樣 現在已經是用最強畫質了 好吧 個人是什麼東西 可以換頭像框 就他那個整個UI啊這些字啊 還有這些色彩啊 就還蠻特別的啦 比較走線條風格 然後這邊立繪也蠻有特色的 這個小機器人還跟在我旁邊耶 我們剛剛不是變身嗎 我們可以變身 變身 搭乘戰錘成功 所以我們是做機器人 我們要跑出來 所以我們有3個就對了 還不錯還不錯 還蠻特別的吧 載具是不是 就是 就類似那種變身系統 或是寵物系統 只是這個是做成卡牌的模式 然後有點機甲這樣 搭乘這個宅具 好 要進入戰鬥了是不是 那也是那種童話風格啦 也是童話風格 但是戰鬥有點像飄耶 直接變身 就這個音效啊什麼的 好像沒有搭得很好 戰鬥音效 背景音樂還是比較大聲 好 因為 傷起 昨天嘛 昨天那個什麼 童話啊 有點類似 又不太一樣 我來看一下 我上一集玩的是那個 有殺氣童話 也是MMO啊 也是這種MMO的感覺 我比較不喜歡他畫沒有這樣晃動 進行一次一次載具進身階 啊怎麼沒有 這裡是不是 進階 一鍵放入 我要放三張一樣的卡 三分之三嘛 然後就可以進階 我們是R是不是 R然後四星 進階成功了 四階 原本幾階不知道耶 好繼續 好 勇士蜘蛛 呃 反正休閒晚 我覺得他那個 對話字幕算大 整個都還可以 字體啊 很大這樣 我比較納悶的是怎麼沒看到其他玩家啊 雖然是半夜時間 也不能說半夜耶 應該已經 已經凌晨四點了 整個色彩蠻鮮豔的耶 這個世界啊 你說你要修復雷炎聖盾 哇連雜魚都有畫 有的遊戲是這樣 他偷懶嘛 就3D直接把3D模組放在這邊 都用一樣的 然後那個3D模組都是那一種 免洗的就是人物的模組都長的一樣 就每個遊戲的那種模組都大同小異啊 通常那種遊戲是什麼 仙依俠類 武俠類 或是奇幻類 那這款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套路 沒有那麼免洗啊 這些模組啊 這些場景 但是戰鬥系統 我們已經 不需要手動了 他已經自動了 這邊已經開啟自動了 自動是一定要的 打這個狂暴蝴底 LV5 我們現在是LV17喔 變蠻快了吧 就3D了3D了 還算可愛啦 欸怎麼打那麼久啊 喔這個3排血 然後HP掉的有點慢耶 Why 怎麼掉那麼慢 是我沒有練功嗎 我要練等一下 啊不行 好啦反正我們也沒聊血 就讓我們花一點時間 這裡可以跳過 好跳過 這邊是地圖 人家地圖也畫得不錯耶 我把他整個地圖都畫出完 然後這些NPC啊 都有頭像耶 雖然也是結局他們的利會 所以說頭像有大有小有沒有 有的頭像比較大 有的頭像比較小 好還行還行 那世界地圖 我們現在在洛生鎮吧 一隻死 那我們待會兒應該是要去 世紀森林嗎 然後之後是 丹米爾天城 應該是我們組成 好繼續 擊殺BOSS喔 啊怎麼沒有自動 自動 好自動 變身一下 怎麼沒有變身啊 Bug Bug 好我覺得他戰鬥系統的音效 好像沒有到很誘惑 我現在蠻納悶的 有看到其他玩家 看到了看到了 花滿樓 神器霸燭 這個吧應該是玩家吧 他騎著這個草泥馬 彈珠機是什麼 轉盤嗎 喔他把那個扭蛋的功能做成載具 載具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機器人 因為一般的恩門波不太需要抽卡 就是沒有扭蛋的功能 讓他把扭蛋功能做成那個載具 把這個系統給弄進來 讓你有抽卡的感覺吧 那載具就抽到重複了 就可以去人家升階啊 進階啊 吃掉那些卡片嘛 那這邊要到這個組成人嗎 天空之城 沒有啦 什麼城 人家到組成的時候都會來一個全全全畫面那個場景 那邊看來看去飄來飄去 那這個遊戲沒有就只是一張一張圖這樣 好我來到這個丹米爾天城 那有其他玩家嗎 這邊先驅他們有稱號 我稍微把音樂放大聲一點 這邊有玩家掛在這 神器霸燭 剛剛那個好像也是神器霸燭 他叫啾啾 啾啾 神器霸燭 我在想可能是公會名稱是不是 好 咱們繼續反正就全自動 好自己變身了是不是 搭財戰士 然後LV1 然後這邊有一個 那個時間 時間條 能量條 能量到應該就沒了 我們要打元獸 什麼元獸 這邊的對話字母就很小 奇怪 好這邊一樣是地圖 地圖我就會畫得不錯啦 真的蠻有那種 那種童話風的感覺 這個地圖 可不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 但是畫質沒有變好 他是直接 就真的直接放大 一點一點那個 馬賽克 點陣圖都看到了 你看 這麼好多小丑 天城核心 好繼續繼續 大地之心 探索 放這個玩法嗎 沒有耶 直接進來 也是擊殺Boss 然後沒有自動 要自己開 他沒有預設讓你開自動 就是看你要手動還自動 那我們當然是開自動 這邊打的蠻快的耶 刺虛人馬 OKOK 繼續做我們的主線任務 沾心絲 尾伯 是不是 簡體字啊 亂練 大地之心 懸賞不告然 這邊應該是一些BOSS 是不是 我們先委託任務 接受他 然後一鍵放入 是不是放置的玩法 因為這邊有一些要派遣 然後接受 然後派遣我們那個 載具 機器人 然後在那邊掛 看起來是這樣 就是 現在的MAMOMA 有時候還是會 做一些派遣的玩法 你看這邊有委託任務有沒有 還有五分鐘就可以完成 月後面可能要派遣好幾個小時 一開始幾分鐘而已 然後後面可能就是 你離線就派遣一下 就派遣一下 好 語音的話比較簡短 我就沒有完全搭配那個字母 為什麼他沒有坐騎啊 跑比我快耶 繼續探索一下 熔爐地心第三關 暗影扶手 我現在的稱號是冒險者啦 冒險者哈姆 喔 血又越多了 這邊切換是什麼意思啊 沒東西可以切換 那這邊一些儲子啦 手沖啊 傷層啊 福利啊 福利 千道吧 還要登陸吧 還要刮刮喔 刮刮樂 我們這個破壞者是不是載具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可以解鎖 對啊 我們剛好獲得那個破壞者 這個SR的破壞者 我這遊戲的那個這個系統 比較 新奇一點 跟其他MMO的話就比起來 好 這邊是冒險等級 可以領取 這個冒險生涯 完成冒險任務 晉升勇士 我們要這邊晉升一下 我們的勇士 升階一下 好 好 勇士1 我們再玩一下下啦 這款遊戲也是MMO啦 羊頭出現 草泥馬 但我覺得他也是MMO 但是沒有那種主流 那種迷襲MMO啊 我畢竟慢慢走出自己的路來 因為實在太多的迷襲手遊啦 迷襲MMO實在太多了 你在走人家那些路 你可能就等著失敗吧 因為已經比較難成功了 太多了 哇這邊還做這個直升機耶 有點像那種地晶的那種直升機啊 奇幻世界都有那種地晶嘛 科學家研發那種地晶直升機 或是什麼飛空艇之類的 好我們來到世紀森林了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我們一開始在 1到10等嘛 洛生鎮 然後到丹米爾 丹米爾城 天空之城 那我們現在做那個直升機 來到世紀森林 10到25等 這邊打完一定是到這邊 陽光海灘嘛 慢慢解鎖這個 愛哲瑞拉大陸 好 那時間上也差不多了 玩了20分鐘了 那鎖定式也不能自由旋轉 畫質的話還可以 然後麗繪的話 滿有自己的特色啦 那些角色麗繪都還行啊 這些 這些啦這些 這些位置還是比較明細一點 這些什麼 聊天頻道啊這些 那這邊就還好 我這邊把它弄得比較動漫畫 那個童話畫風 繪本風格啊 那你可以把它縮放 好 哇這邊可以點是不是 直接找NPC耶 還不錯 NPC有54個喔 也太多了吧 爆炸的 有這麼多NPC喔 怪物16 NPC50是代表什麼意思啊 54個嗎 有這麼多喔 好那就先玩到這邊吧 好不好 好我現在騎馬了 呵呵 騎草泥馬 羊駝 欸這加速是怎樣 喔可以加速耶 你們看可以加速 嗚喔 我彩虹跑出來了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先稍等 有人呢 我們下期待 enterprise 快快 我多做 我可以走了 姐姐 我們何時 快快快快快快快去 咱們 感谢观看